妈妈 亲妈妈 妈妈 亲妈妈 妈妈 亲妈妈 爸爸 我要吃意大利面 你要吃红酱的还是白酱的呢 我两个都要 好 爸爸就教你做一道 正宗的红白度饮碗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蛮适合做给小朋友吃的 但要怎样才能够做得出 美味又健康又符合孩子们的要求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如何反传统地做出一道 不一样的意大利面 妈宝局反宅 今天要跟你们做一个非常有趣的 也是人人喜爱吃的意大利面 我们的名称叫做魔法小公主 Dino 无数号 马来西亚著名营养师和作者 他的著作曾经融登大马畅销健康食谱书籍 2014年出版了第一本亲子书籍 2015年于愚人生联合推出第二本亲子书籍 魔法小公主 魔法小公主 适合二四十二岁孩子 材料有 意大利面100g 菠菜60g 乳鲸干烧80g 蒜头5半 红灯笼椒半颗 cheese粉半杯 腌肉60g 番茄四粒打成碎泥 姜赛蕾400ml 面包汤20g 盐少量 胡椒粉少量 煮成塔少量 好了首先呢 我们先要把水煮开 放在滚水里面 如果不要把面条黏在一起呢 我们先倒入一点橄榄油 还有一点点的盐巴 OK 好 现在我们把菠菜呢 在热锅里面 把菜倒下去 我们加一点盐巴 OK 快速地炒一下 盖起来 该焖个一分钟 已经弄好了 断米 放下去 盖个一分钟 好 菠菜已经是软了 那我们把它放到 要介绍大家就是 鲁青干烙 鲁制品里面呢 本身有两种蛋白 一种叫做烙蛋白 占了3% 鲁青蛋白是占了0.7%而已 是非常珍贵的 但是呢 它是非常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它是一种 有人体的8种的氨基酸在里面 加入一点 红色的灯笼椒 鲁烙丝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拿来备用的 先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做红色的部分 把番茄用搅拌器搅成糊 烤肉或者是腌肉 淀加一点胡椒粉 当你看到它滚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已经熟了 现在我们用烤盘 很平均的 铺在烤盘底下 OK 那可以稍微跟它铺一下 就把红色的部分 铺在这道料理的底下 好了我们的 意大利面已经煮好了 OK 过滤一下 很简单做法 只需要大概等8分钟 10分钟 就一道菜就出来了 就放一点冷水 我们广东话叫做 然后怎么做呢 就把这些面条 排成一条条 常常我们看到的 意大利面呢 就是一团面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解说一下 怎么把它做成一个鸟巢的形状 那这很简单 就是用手指把它卷起来 就是这样子 稍微卷一下 非常容易卷的 因为它是非常有弹性 把这个圆形呢 转移去烤盘里面 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好几个鸟巢 现在我们就一个个鸟巢呢 放到烤盘 非常简单 可以让小朋友 跟你一起来操作 他们会非常非常开心 好我们就做个9个就好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菠菜 我们就在这个鸟巢的洞里面 塞进去 平均的 固在它的里面 现在我们要放的是白酱 酱塞蕾盖在菠菜的上面 酱塞蕾是可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 也冻了过后 直接放上去 所以我说的二合一就是这样的意思 下面是红色 上面是白色的 那在最后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要放什么 这个叫面包糠 这个叫面包糠 起粉也是撒在面包糠的同样的上面 大功高层的最后一步了 这个是九层塔 九层塔 九层塔会给你香味 接下来我们呢 就把烤箱预热一下 转个180度 然后把这一道的魔法小公主放到里面去 烘个20分钟 好孩子们一定是等到饿了 我们赶快去烤箱那边 把我们的意大利面拿出来 哇 哇 圆圆我就嗅到了 这个红白的意大利面 俗称魔法小公主 终于大功高成了 把红白酱混为一体的魔法小公主 有别于一般传统意大利面 让孩子在视觉和味觉上得到满足 胃口大开 意大利面含有丰富蛋白质 和复合碳水化合物 不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 有助于消化 非常适合肥胖儿童使用哦 感谢观看